下一站 陽明交通大學 一開始因為大家都雙北人 所以其實對這件事情 沒有抱持得太正面的一個態度 但是我反而覺得 到底有誰會有這樣的機會 在不同的地方 可以跨出自己的舒適圈 做一件特別不一樣的事情 我們有更多的資源 然後也有更多 更多元的同儕可以去互相學習 然後一起去創造出一個 屬於我們這個大學世代的夢想 我是黃冠儀 我目前就讀陽明交大腦科學研究所 那因為我本身是在陽明校區 主教練是在交大小區那邊 是以線上的方式去做溝通 雖然我平常不會跟交大小區那邊的人一起訓練 但是我們在比賽的時候 互相幫彼此加油打氣 給予彼此動力的氣氛都是非常好的 我剛好是新竹人 所以學校都有交通車可以從陽明校區 直接搭乘到交大小區 順便去找交大小區的伙伴們 以及教練一起去練習 我是就讀於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要學系二年級的陳育昕 我在大一下的時候 有參與陽明校區跟交大小區的共學計畫 那時候的學期間是一到四在新竹念書 然後禮拜五在陽明校區上課 但我想說既然就到交大小區了 讓自己多嘗試一下不同的東西 所以我選修了建築概論 藥學系的處理有很多條 如果未來我想開藥局的話 那我一定會想要把它開得很漂亮 那它的空間啊 美感設計 可能就會需要建築方面的知識 我是陳嘉生 我是來自陽明交通大學 百川學士學位學成 主修是電機工程 我們ESG永續前瞻社 分別橫跨來自陽明校區 到陽明跟交大這邊的資源 他們可以去怎麼做一個融合 這些經驗都是沒有辦法從科業上 或者是書本上去學習的 我是2021年回陽明教大之後 我幾乎每年開的課都是全球化教室 目的是把陽明教大學生 跟我的國外合作的大學的學生 拉在一起 然後讓他們就某些議題 進行互相的訪問 那這個訪問其實除了 讓他們增進彼此的理解之外 我覺得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 理解文化的偏見 我想在教育的這個場域 可以帶進更多的對話 是很重要的 我們有開設 人工智慧跟無線通訊 以及感測的實驗課程 在這個課程上面呢 特別介紹學生 如何把人工智慧通訊 運用在感測聲音訊號 真理的訊號就可以幫助我們了解 我們智慧通訊科技能夠幫助 醫生解決什麼臨床 所需要面臨的問題 然後發揮未來在人工智慧 物聯網跟醫療科技 三方面的疫情的進步 我是業務體系的 所以其實對於不同領域的人 怎麼樣找到一個新的需求 這個是一個蠻重要的技能 我蠻鼓勵之後 不管是哪一個校區的學生 很重要是利用這樣子的一個很珍貴的資源 去達到更多更多交流的可能 你不會想像到未來你可能面對條件是什麼 但是唯有在現在這個時候 然後你多多的累積自己的人脈 多多累積自己的knowledge 你未來才會比較有可能 去克服更多的挑戰 我是一個深層式演算法的藝術家 因為其實在膠大電機讀到大三的時候 有一天晚上我在lab裡面很絕望 我就覺得說好像不想要一輩子 都在幫人家使用工程解決問題 然後我更希望能夠透過一些方式 留下自己的感情跟故事這樣 所以在那之後呢 我就不管是創立了務中網頁公司 然後或是再把我交大電機的所學 一些工程的學識 帶到新媒體藝術 做這種軟硬體的裝置整合 那都對我有了非常大的幫助 在我回來的時候 聽到這個要合校 我覺得當然是樂觀啟程 也是一個凝聚這個教育資源的一個選擇 也可以創造出一些新的研究的念像 所以我覺得是很期待的 那我們也很期待透過合校呢 能夠幫我們交通大學的自動訓科技 跟陽明大學的醫療科技能量相互整合 其實你會發現整個學校的寬度跟廣步跟深度 我覺得都大幅變大 不管是在合校前還是合校後 我覺得有這些資源啦 它都在那邊了 那只差你有沒有更努力的去探索自己想要什麼 然後回到自己在的這個大學的環境 努力的去連結把它抓在手裡面 你越早可以收集到這些 那越早可以去找到一些 人生真實的渴望跟突破 這1000多天 其實對我們來講啊 充滿挑戰 其實也充滿著機會 合校以後 有三個很大的支柱 一個就是科學理工 我們的健康醫療 以及我們的人文社會藝術 打破這個領域間的隔閡 融合之後能夠共創 嘗試去突破現有的框架 我們的學生是像海綿一樣 他們會吸收各種這樣的薪資 他們也願意面對各種改變 未來我們面對新一代的學習者 可能我們要更多的啟發 在這1000天的過程當中 我們逐步往前邁進 作為面對未來大家 共同努力的一個願景